首先,用六角扳手松开电池盖的螺丝 打开电池盖并放入电池 放入电池后,重新锁好 第一步,将待测试样板放置在平整的台面上 用记号笔在涂层表面画一条直线作为标记线 第二步,按下松脱刀架按钮,可旋转刀架 根据样品大概的厚度,选择合适角度的刀片 第三步,将切割刀片及移动滑轮垂直于石板表面 按仪器所标志的箭头方向画出一条垂直于标记线的横向划痕 划痕时,操作者要施加向下的力,却把划痕穿透涂层划破至底材 第四步,将仪器目镜垂直朝上,使物镜按划痕方向对准划痕 使划痕与标记线的交叉点位于物镜的正下方 按下电源开关,打开仪器电筒 第五步,左右旋转焦距调节螺母 直至能够清晰地看到石板的表面 左右旋转目镜筒,直至能够清晰地看到测量标尺 从目镜里找到划痕与标记线的交叉点,缓慢移动仪器 使目镜中所观测到的测量标尺与标记线平行 找到底材与被画出的斜面图层相交的线1 及该斜面图层与黑色标记线相交的线2 被切断的线 再将测量标尺的零点,对齐线1或线2 按照该图所示,测量出线1到线2的小格数 注意,刻度标尺上数字1表示10个小格 将小格数乘以锁用刀片上标指每一格代表的厚度 即为涂膜厚度 如图中所示 A代表未被切割的涂层部分 B代表黑色标记线 C代表被切割后的涂层 D代表底材 如图所示,点1和点2之间的距离有54个小格 切割划痕用的是4号切割刀84.3度 顾虚乘以这个刀片每格所代表的厚度2微米 即该涂层的厚度为54格乘以2微米每格 等于108微米 仪器操作完毕